今天頭髮都綁上了 因為我今天要來宏大染頭髮 那它是一間叫做TOF的美髮店 然後因為我也是第一次去 所以不太確定到底是什麼樣子 然後就跟著我一起出發吧 大家都知道洪大那個三角窗很有名的荒謬的生肉吧 然後呢它是它的頭髮 走進來就看到這個頭髮 然後我們就大便踏上去舞囉 進來呢它就會叫我們先穿衣服嘛 然後我們就會在這裡商談室 我們在這裡等髮型師 我們就是討論說到底要用什麼樣的頭髮 我現在要用的頭髮型的話 我們就想要用的頭髮型 可以用的頭髮型嗎 我們就要用的頭髮型 然後就要用的頭髮型 然後用的頭髮型 我們就有個頭髮型 比較介意 然後上賣完想法呢 我們現在就來位置上做好 然後他就很貼心 還會幫你準備 喝的啊 或是說一些小餅乾甜甜這樣子 那因為我這次決定想要就是 染一個 褪色完也不會很黃的髮色 因為呢 所以他就決定幫我用 大概是卡卡 不是卡卡西啦 卡奇色之類的那種 咖啡色 然後到時候 褪色的時候顏色也會比較好看這樣 而且因為 我是自己 就是有給人家 漂過頭髮的時候自己又在漂過 然後長出來一些 所以這邊很黑 然後我朋友 不是我朋友 我頭髮又是那種 長出來黑的地方 很難上色 對 如果大家想要來這裡藍頭髮 今天也是希望大家可以 自己帶自己想要用的頭髮的照片 讓他們可以更快的理解 說你到底想用什麼樣的頭髮 好 好了 經過了 大概20分鐘了 就是在上色之後 現在呢 就是只要等25分到30分鐘 然後 就可以 洗頭 到時候去看顏色怎麼樣 這樣子 我已經拿廣角了嗎 大家應該不會經歷我的炸零吧 因為我手整身這樣最長 然後 而且 就是我的設計師 他真的是 非常的正 他叫 Dida 知道說有些人 可能不想要太高價位的 或什麼 那如果 用比較低的價位 我可以幫你做到什麼樣的服務 做到 最 能符合你的期望 可是一定會有 就是 你知道 沒辦法跟你想 那麼一模一樣 因為你如果想要好的質感 就是一定要高的價錢 之類的 那因為我這樣看來 他們好像店裡面 沒有會中文的 設計師 不過呢 就是 他也會講一些英文 所以 還不錯 對 所以大家應該不用太擔心溝通 而且只要你來 你如果拿一個照片給他看的話 那這樣就是最快 最快的那個方式 對 對 現在大家看我一定 藍蠻同的 就是 他其實是 蠻暗的 在外面 都是照光彩 看得到顏色 這樣子 因為我剛才講說 我想要 就是跟冬天比較合的顏色 然後 也藍得非常的好 然後也 他的服務真的很好 所以如果大家有喜歡的話 然後我可以給大家他的 預約資訊 這樣子 對 這不是業配我自己付錢的 中間 所以我是覺得 他們的環境 啊 跟技術都不錯 因為有些人 如果沒把店 真的是 你進去就會髒髒的 然後到時候 染膏的那種感覺 但是他們家完全不會 然後加上 他真的很細心 不過有一個 壞就是他們家的人 不會講 中文 也不會講英文 就是會講的很少 所以基本上 就是要韓文溝通 那如果你們要去的話 其實就像我前面說的 自己帶自己 想要用的那個髮型的照片 去的話 會更快 然後溝通更有效 這樣子 以上就是今天 染完頭髮的感覺 大家 他說一個禮拜之後 還會再退錢一點 因為我之前 挑髮的關係 不要太淺了 對 但是就是 我個人是很滿意 對 看看一個禮拜後的成果是如何啦 如果今天你喜歡我的影片 幫我按個喜歡 幫我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幫我分享出去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 我在吃飯 所以聲音要很笑聲 會不會 我們把我發動的